台北市长柯文哲来到北市确诊数最多的中山区 视察区及关怀中心运作状况 并慰绕工作人员了解物资库存 为辛苦的第一线加油打气 柯文哲表示未来这几个月 不管是接听设备、轮修、支援人力等 都必须从关怀中心第一线同仁的工作需求为优先思考 现在换在家里有三种人 一个是居家检疫 就是说国外入境以后他先隔离10天 大部分现在也没有住旅馆 都要家里 这个就变成我们驱公所的关怀中心要处理 所以第一个居家检疫 再次居家隔离 每一个确诊者 随便讲一个 那个小学生 你有一个确诊全班25个同学全部都可以居家隔离 那个一下量就很多 所以要居家隔离 还有一个是目前确诊者放在家里 所以从居家检疫居家隔离居家招呼 我刚才算了一下 单单台北市中山区公所 目前要最终这三种人加起来2900人 不得了啊 这个庞大的负担 中山区目前是台北市确诊数最多的区域 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上传到区籍严重塞车 各文者说应自主应变处理 目前塞车很严重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要改一个制度 医院送简讯或通知那个病人说 你PCR是阳性 他同时必须把这个资料送给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这样才能够同步作业 以前是他通知病人 他也通知他们医院里面的感控小组 可是所以管感控小组24小时作业 不然是这样 他以上半日才来key key到中央的法权系统 中央审核过了 再通知地方的卫生局 另外卫生局看到资料 再来找病人 平常要慢一天 现在大概三天都有问题 所以这个系统显然要改 是这样 发扬自主应变的精神 我们就自主应变来处理 另外对于医护以塞代格 以及缩短区隔天数 柯文哲也提出看法 医护人员跟防疫人员 这个要先解决 不然比方说以我们中山区的 这个关怀中心为例 里面有二三十个工作人员 难道有一个确诊整个停摆吗 那我后面还有两千多个人 要照顾他怎么处理 所以那个医护人员跟防疫直接相关人员 一定要首先排除掉 这算居家隔离 标准动作应该是每天早上做快篩 阴性的就继续上班 阳性的才撈出来 这样才能够确保这个系统还能够运作 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 待遇应该不一样 这本来就应该这样 如果我来设计应该是这样 有打三剂的就以塞代格 没有打三剂的才要隔离 这样效率会更快 其实对我来讲 我最迫切要知道的是 国家的战略是什么 哪个什么战略 就是我们希望说那条曲线要长什么样子 纵轴是每日新增确诊人数 纵轴是时间 这条线最重要 这条线决定我们所谓的战术行为 我希望中央对这个能够早一点跟地方政府沟通 医学是统计的科学 我们常说 百分之一的病人会有 有时候运气不完就是那百分之一 那没办法 所以少见 但是还是有 我们台北市现在每个礼拜二三都会给大家预约 那预约率也没有超过七成过 每个医院也有预约系统 所以这样 我们慢慢还是要用预约的系统 因为预约系统你时间到就去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那你说一定要谁到谁打 不方便 所以我倒觉得这样 那些在抱怨的人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用预约系统来解决 柯文哲认为目前疫情高峰都还没有到 没办法预估什么时候会结束 他认为高峰大约是每日新增五万人左右确诊 可能要维持一百天上下才会开始下降 就算是下降到一千人 预估也要两个月 谢谢 记者李奇会台北报道 好 好 好